大家好 我是Wargis 歡迎回到全面戰爭三國 這個遊戲終於到了1.2.0 在我上次製片到現在為止 這個白王之亂就已經出來了 是司馬系的家族人物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時間會再跟大家一起進行 簡單來說大部分的司馬家族 當你升到最高級的時候 他們都是有劍不可吹的技能 絕對不會崩潰 個個都好像呂布 但他們當然戰鬥能力就不會好像呂布那麼厲害 但你去看看他們的衝鋒能力 跟其他比起都不會太差 帳碎我完全沒有試過 但是如果你選擇先鋒就一定選司馬衛 軍師我沒有用過 鬥士的話司馬艾和司馬亮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司馬艾就有這個堅不可吹 司馬亮就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呢 咦不吶 它都有 其實它兩個都差不多了 然後這個司馬魚我自己覺得它很正的 為什麼呢 就是它是計算除火之後 另一個星爆裂的時候 是有這個堅不可吹的 再加上它有這個重型的磁虎步兵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1.2.0就將這個 近戰步兵是大幅加強了 其實它的加強就不是這些數字上的加強 而是它不再像以前那樣 即使你正面衝進去 衝一下就會衝死了 所以這場裏面你會看到我呢 我是以這個劍盾兵和盾虎兵作為這個主力 再加上少少的遠程騎兵之類的東西 去作為這個輔助 那我們進去吧 對手就是有一些少量的高級騎兵 大部分對手都是用一些很高級的兵種 好 這裡我是排了這個三列陣 是這個六馬的三列陣 盡量就放在其中一邊的原因 就是我一來到的時候 其實我的deploy範圍大概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我是完全在這個低地上 我就寧願把所有東西放在同一個位置 就打算在這裡搶回這個高地位置 然後佔領了這個位置之後 就用這些屋子作為一個側面的防守 就可以守住其中的一個側翼去打 但是遊戲開始要不久的時候 我向著上面推進的時候 我的對手就跟我說 不要這麼走來就去 我們直接就這樣打 所以一會兒你就會看到我 就轉回方向 趁現在行軍的時候 我們去講一下 首先是司馬位 是這個先鋒 你看到它衝鋒加成是293 在先鋒裡面 我沒有做一個非常完整和詳細的測試 但是它的排位大概是 當然是炸過呂布 馬超 張飛那些 但是它就未至於 其實它可以跟這個 我想它大概去A級至到B級的程度 然後司馬艾就是鬥士 我記得我的測試 就是它大概是可以 跟打贏 點位 許署 那些人物 那司馬遇作為這個鐵位 我 它用除房打 應該是輸給除房 但是它贏了所有鐵位 就變成了 其實 八王之亂的大部分的武將 其實都是厲害的 特別是它有些 特別的兵種 是平時你見不到的 包括這一隊 這個 徐州特擊隊 特集隊 它是這個 680元左右的 慈虎步兵來的 抵消衝鋒 咦 會不會是因為有這個技能 OK不要緊 那我們現在就 我們 開始正式的重複 人家一開始有這個 黃巾的公騎 走上來 幸好它在這裏走過來 我有一個高地有勢 就變成我前面 有這個義勇的公兵 去射箭 其實已經足夠可以趕走它 人家的呂布 就趁著這邊走過來 這個時候 我就把我的步兵線 盡量就上在這裏打 因為呢 這裏是騎兵 人家低地上來 衝鋒一定會減弱 如果在樹林裡打 就更加進一步削弱它的衝鋒 在這個時候 你會見到 我的義勇公兵 就走過來 就打算驅趕一下 他的呂布 同時呢 我的騎兵就走過來 去捉馬背獵人 然後攻劇 這裏 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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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見到 人家的呂布 就衝過來 但是因為在樹林裡 這個 衝鋒 就大大被減少 再加上 你看看 司馬艾 他雖然被呂布這樣衝 他一下就崩潰了 那你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威力去到什麼程度 那這裏 人家的和平守衛 這些有盾牌的武兵 就集中射在我的將軍 但是因為在樹林裡 就進一步削弱了 這個時候人家的所有騎兵聚集了之後 我就 我的先鋒 司馬偉和其他的騎兵 就衝下去 就在這裏 就變成我單方面追擊他 那上面這裏 其實沒什麼好看的 就是樹林裡的步兵對決 那 那 因為我用的是虎兵和劍盾兵 是贏長槍兵 就變成 在這個樹林裡 我就佔到這個優勢 在這個時候 我就叫到一隊的長槍騎兵 就這樣衝過來 就對付他這些老兵 那在他的司馬倫 衝我這隊騎兵的時候 我的司馬月也都在這裏 包抄他 那這個步兵線又繼續打 大家會看到我的步兵數量是多的 他就可以 浸到比較多的優勢 那這裏我們下來了 這裏聚集了 就應該我又放少少火箭了 應該是別人放火箭的 那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 因為我在上面下來 那這個就是再次體現了一個避形的優勢 我在這個上面衝下來的時候 是迫使到別人的女步要撤退 那 雖然在這裏 你會看到我的 盾虎兵 就這樣被人打走了 那 但是他們要上來的話 但是呢 都會要用很多體力和時間才衝上來 那 變成我這裏繼續射箭 那這裏 我這裏 放棄不去打他 就直接來幫忙 因為其實 雖然 八王之亂的武將 威力不錯 但是女步始終都是最厲害的 那就去幫忙 那上面這裏 你會看到 我用我的步兵 因為在樹林裏面 人家的騎兵的移動速度和速攻速度都減慢了 變成 可以變成我的騎兵去追人 而不是我的步兵被人騎兵 不斷地衝覆 好 那這裏 你會看到蒼龍軍是打贏我這些二勇配刀兵 其實很自然 蒼龍軍好像是一千元一對 那這裏要四百五十元 我其實輸都很正常 但是你會看到 我其實我頂到很久 這個時候 人家的蒼龍軍 去追著我不同的兵種的時候 就可以令到我的 撫兵 這樣追著 你會看到 這裏六百五十元的撫兵 去打蒼龍軍 雖然是輸少少 但是還說有得打 這裏就逼他人家的貢兵 看回來的時候 女步已經由這裏 一直被我追到下來 就是這裏了 人家有這個 看看 有這個 浴龍軍 但是浴龍軍 講真的我覺得 他真的不是很好用 他真的貴到一千二元一隊 但是你都知道 我們是中這個數量不中質 這個時候 我有這隊 楚國的長槍兵武裝 都是白王之亂 其中 身有的兵種 這裝甲很好 很漂亮的 配合我的將軍 和另一隊的長槍騎兵 就這樣貼著呂布 追著他 追到他尾 就算呂布他厲害 就算他轉不上 和我兩個 我的將軍和騎兵打 有這個楚國的長槍兵 你會看到 楚國的長槍兵 我先摸一摸 是重型的磁場 一步兵 變成非常之強 但是呂布也不能停留在這裡 這個時候我下面也贏了 上面因為我的步兵數量夠多 雖然你看到我質素不夠 不太高 但是因為我可以做到幾個位置去 夾擊他 可能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變成 不是大幅度那麼輸 甚至有些地方我可以 躺著優勢 你會看到我這裡是夾他三明治 三個關 這個時候 好啦 楚國的長槍兵 挺強 追著貢都 由一邊 一個地圖 跑過來這裡 好 這個時候 八王之亂的武將 就有優勢 終於體現出來 你看到 我的司馬偉 和司馬瑜 兩個都是死證 大概10人 但他們是沒有徹退 沒有崩潰 但你看到 貢都 有14人 其實差不多已經過多陣 好像力氣崩潰 就看到 八王之亂的武將 他的戰鬥力 雖然未去到呂布那麼厲害 但最少他們大部分 都是有堅不可趣 我們看到 呂布應該已經死了 被我的武將 和我的楚國長槍被醉 在這裡 沒有錯了 我們就清掉了 這場比賽也是這樣 完了 就是我利用樹林的優勢 作為步兵的推進 在下面這裡 也是利用樹林 和高地打低地的優勢 推出了人的劇兵 在這裡作出很多 步兵的微細操作 這樣賺點優勢 看完這個之後 不要了 還是 這個之後 留下影片 我們看看 這裡 八王之亂的武將 就在這裡 你會看到 這些 有一些 荊州的工兵 不如我們不要下去 出去看 我們去新戰鬥 我們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沒有拍片 我們可以說 我們看到 有些中型的 劍盾的兵種 這些都是新的兵種 輕型的 六百多元的 磁虎步兵 其實是比較貴 這個固形步兵 我沒有很仔細對比 但是我猜應該是 它的衝擊力是比較厲害 但是就不夠 就是它的 因為它輕型 不是中型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 這裡 有一雙 重型的磁虎步兵 還有盾牌 這個也是八王之亂才有的 真的很棒 我記得我試過上網 去玩一些 可能去大分量 都是很好用的 我想另外 有些更新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老騎兵 這隊老騎兵 其實670元 我覺得是值得用的 為什麼呢 它有250的射程之外 它的破甲能力都很高 用來追擊 或者去擾亂人類的武將 其實都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們去繼續看看 還有些什麼呢 算了 不如 還是不要這樣說 我們八王之亂的武將 我們將來一直玩的時候 可以再繼續說 但是 八王之亂值不值得買呢 如果你說多人對戰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買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某幾隻武將 和某幾隻新的兵種 是真的蠻好用的 特別你看到我 剛才 只是鐵位 你多隻司晚宇 可以叫這些重型的 庫頭兵 其實已經是 我覺得是OK的 然後 戰役的話 我就沒有試過 為什麼呢 我自己 你也知道我不是很喜歡玩戰役的 但是 可能將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試一下 但是 對了 今天是這麼多 我看看之後再做多幾條 因為 另外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 1.2.0 即是每次更新的時候 我一些舊的補兵是沒有了 你會看到 我到目前為止 大概存了 這裡看到的號碼 是95條補兵的了 但是 84之前那些 我全部已經不能用了 因為它每次更新了之後 它的補兵就是走的樣子 變成我這段時間 我要再存一些新的補兵 你也知道 不是每次上網跟別人打 都是有趣的 那我就可能有些時間 把補兵 不過今天是這麼多 下次再有機會 我們再繼續說 那麼 那麼多位大哥 祝大家沒有混槍龍 再見 再見